痛苦的咳嗽喘着气 几乎奄奄一息 家人只能在一旁肝着急 环顾四周同样都是 染上新冠病毒的重病病患 却被医院拒于门外 不是不愿意收 而是病患爆量 医院内早已被挤爆 病房内三个医护人员 要顾十几床的病患 还有家属等不及医护人员 不顾染疫风险 直接为妈妈做口对口 人工呼吸 而在医院外 更是前所未见的混乱 养气瓶的价格标涨到平常的八倍 抢不到的只能等死 令人心碎的故事不断发生 像是这一名妇女 急着把染疫死亡的丈夫 运去火化 找不到救护车 只能坐嘟嘟车前往 而火葬场满地 都是被随意弃制的防护衣 还有一名医生 他的父亲染疫过世后三天 就必须要重返工作岗位 医疗体系全面溃败 还有医生 PO出了自己穿了15个小时的防护衣 一脱下就全身湿透的照片 医生在最前线拼命 劝等不到政府救援 民众气到哭了 因为印度在三四月都有选举 各地的大造势成了病毒传播温床 四月至今新增超过600万人染疫 而最新又新增了超过36万8千人 已经连续11天都是破30万人染疫 却等不到政府宣布进一步的防堵措施 印度总理莫迪被视为造成 第二波疫情大爆发的最大帮凶 因为他为了替自家政党造势 在竞争最激烈的西蒙加拉邦 莫迪来到现场造势至少20次 结果还是落败 而莫迪现在仿佛就像印度版的川普 在疫情烧到最高点的时候 省影只用推特谈选举 莫迪在过去24小时之内 狂发15则推文感谢各地支持者 还说要感谢欧盟援助致养鸡 但都没有打算露面谈话 夸张的是支持莫迪政党的选民 还是一样没戴口罩上街群聚 更有印度医界联盟表示 早在3月就警告过 新变种病毒的威力 却被当局忽视 才会导致现在疫情全境失控 有地方政府决定自救 至少10个帮宣布暂时封城 而印度目前也打算改变疫苗策略 紧急宣布开放18到44岁的民众接种 印度目前全国接种人口 只在2%左右 现在赶忙补破网 希望能止住第二波变种病毒危机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大家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